本视频介绍USB FX232-CAB-1 编程电缆使用方法 连接编程电缆 连接触摸屏 给触摸屏连接工作电源 打开编程软件 在连接触摸屏之前 我们要先设置一下通讯端口 我们连接的目标 触摸屏是F930-GOT 在这里我们选择CM2 这里的端口必须和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保持一致 更新 我们选择上载 在上载之前 先要对触摸屏进行设置 将触摸屏进入通讯模式 具体的方法是 用手触摸触摸屏的左上角 弹出系统菜单 然后按下降箭头 点击其他模式 然后点击数据传送 这时候触摸屏显示 和计算机之间等待连接 这是我们点上载 我们打开上载上来的画面 上载成功 在插拔电览之前 关闭软件 就是整工 hombre 喷叶 我们手触摸屏 1000